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各位来学习神的道理 今天小弟要以耶稣寺道路 尊理 生命 与各位互相来学习 我们请看圣经耶和福音十四章第一节 圣经耶和福音十四章第一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 我去圆市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第四节 我往你那里去 你们知道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第五节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第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感谢主 这一段圣经是 接续一夜节的晚餐以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接着主耶稣对他们的宣告 他要去哪里的一个地方 那这在起现在十三章的三十六节 彼得就有问耶稣说 我们看一下十三章的三十六节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啊 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这里彼得也就同样有问到这个问题 但是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 然后再来到第十四章以后 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 他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他去的时候要先预备地方 然后要来接他们去 而且告诉他们说 你们也知道那条路 但是这个多玛呢 他总是有个问题 多玛就说 第五节说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祢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多玛说到主耶稣 他们不知哪里走耶稣 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 的确如此我们在信仰的路上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我们也会像多玛这样来问说 主啊 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去过 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去呢 连路都找不到那怎么去呢 所以第六节耶稣就很肯定的回答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段经文在整本圣经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宣告 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记载这一段话 我在原文上是用一个很绝对性的一个语句写下来的 所以其他的译本就有这样翻译 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 真理 生命 除非经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那这样听起来就比这个社会本 佛合本圣经所译的 就比较清楚 是一个很绝对性的一个宣告 那这个宣告呢 有两种意义的存在 第一个就是要确立耶稣的身份 第一个就是要确立耶稣的身份 第二点就是造成 圣经的基本观念 以其他的宗教完全七格出来 而不会造成误会 来证明耶稣是独一的真神 因为这样的绝对的信号 每个人都有一个明天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明天的事 每个人都会为我们的明天的事 而是因为我们的明天的事 所以我们的年轻人都会这样 大人是这样子 小孩也是这样子 我们大人对一个新的工作呢 我们会紧张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老板是好是坏 因为你会找到一个很好的老板 有些人会找到一个很不好的老板 那小孩也是一样 因为四人不相信就不存在 他们放到一个地方也是不安 我的女儿她两岁的时候 以前到美国 那到了四岁呢就带她去读 但在学习读书的时候 但在学习的时候 我看她的手脚都发了 我看她在习读书的时候 我看她在习读书的时候 我看他在习读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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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读书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失踪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装 那主要是讲最旧老的时候 一直在告诉我们 我们总是会忧虑的 那主要是为什么讲这个信息呢 所以我告诉你们 所以就是一个连接词 一直表示说 他上面已经有讲一个事情 上面所讲的事情 是跟这个事情有所关联 上面那个事情 是什么主要是为什么 又会讲到这个事情 说不要忧虑 我们请看十三节 十三节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老师啊 请你吩咐我的哥哥 和我分开家业 十四 耶稣说 你这个人 谁替你做我们 做你们段式的官 给你们分产业呢 十五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无债无家 道德丰富 那这个 这位弟弟的人 他心里面大概想要多得 那他还想说 耶稣可能对他 比较富有同情心 会怜悯他 所以 会多福利一些 查证给他 那这个人呢 也可能要失去了 他们对他们 从来自身的父亲 去训练 他们的主持者 这些父亲 他们成为他们 他们的贡献 他们的贡献 所以他叫耶稣 来带他们 分产业 所以他叫耶稣 給祖宗修讀給酒 但是耶稣拒絕了他的求求 但耶稣拒絕了他所拒絕的 耶稣拒絕了他 他要小心不要害怕 但耶稣拒絕了他所拒絕的 他所拒絕的 因而他所拒絕的 他所拒絕的 耶稣拒絕他 所以耶稣拒絕他 也拒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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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的生命 他拒絕他 像你 ahora 自然身上不懂 你自己的钱 是说 一个人的生活不好 生活的品质 不在乎你家里有没有钱 是说 一个人的生活好不好 是说 一个人生活好不好 不常质有没有钱 是说 一个人生活好不高 是说 一个人生活好不高 是说 我要很多钱 有很多钱 我去自己生活好一种 我家既然生活好不高 那种生活的一种 我要很多钱啊,才能够过着一个很充实的生活 我要很多钱,才能够去行善 事实上,耶稣对这个事情是持否定的意见 所以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他的家,这不可能有钱 耶稣说,每个人都很想追求生活的品质 但很多人对生活的品质有差异的观念 但很多人都想要有所谓的观念 因为一定要很多钱,才能够过着一个很充实的生活 品质的生活 第二个,耶稣说,耶稣说,16 他就能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族田产很丰盛 17 他自己心里就想,说我的出产呢,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18 他就要对自己说,那我要怎么办?把我的旧的仓库拆掉 另外盖更大的仓库来收藏我的出产 19 然后呢,要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要许多的财物积存 可以做多点的费用,只管安安依依地吃喝快乐吧 20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求给谁呢?21 凡是自己的基材在神面前却不足的也是这样 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 为什么他说,这个比喻可能有些故事的背景 这个比喻可能有些故事的背景 这比喻可能有些故事的背景 所以这个比喻可能不是耶稣自己变成的出来的 有些故事,某些人就这样子的 这当然,十分之一,有一个人他非常富有的 他已经有很多事业了 她做了很成功 她現在要延展她的事業 她想要延展她的財產 延展她的財產有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看到她的財產 所以看到她的財產大小 她想要延展她的財產 她想要延展她的財產 最近這幾天美國的財產不好 最近最近美國的財產是不好的 最近最近美國的財產是不好的 美國的財產財產 所以為了 assez堅持ista 是log了 現在中國的財產 vigor不完全是 為了這一做些 Association 所謂的財產改變 �帑 Assim 為了這些海財產 財產更低 ë而這財產更低 成功互相反的 這個財產越少 是很低 傻贄的財產越大 叫僵財產越多 woj爬佩賢越多 参加越大就会表示生意越好 这个有钱人呢 他说是一直移植他的财富 一直扩展他的建设 这个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这是他的能力 所以他说现在只管安安一一的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他说他说 但是呢 神告诉他说 晚上要你的灵魂 怎么办呢 当神告诉他这句话的时候 当神告诉他这句话的时候 他能吓一跳 肯定他说 那我的草草怎么办呢 要说给谁啊 我平常他们努力 他说他能够做什么呢 我告诉我的灵魂 说现在你可以只管安安一的 吃的快乐吧 现在回复了 然后他能够做什么呢 然后他能够做什么呢 所以他说 如果他能够做什么呢 他能够做什么呢 就会在神面前不足处的事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来说 是因为人家的贝赐 的那种贝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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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这样子呢 这种贝赐 这个人呢 就是表示说 我现在可以退休了呢 这人可能会有很多人 可以享受 多少人都吃不完 所以他能够退休 所以他能够退休 这就是这个目的就是告诉大家 当我们一直退休 那個時候,我們繼續為一個多次的運作 我們繼續往前,呢,到十天 這逅到一個天的啦 我們到十天的天 神經病,每次一起來都很像 這就是我們神的個人 只有这样而已 Jesús muestra que los ricos se van del mundo así no importa cuánto esfuerzo ellos pongan la vida es así por eso lo primero que nos enseña Jesús es que la calidad de vida no tiene que ver con la riqueza lo primero que nos enseña es que por más ricos que seamos 所以你听得不通 基督说 终于说 我们不要问 相对多多 因为每个人都会相对 但所有人都会相对 但是主耶稣很清楚 但没有人会相对 但是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第一点是重新作业 是用人给小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在因此人都在其中选择 在那一晚我去上班以前 我去上班以前 我会在平台 有时候我会 fulfillment 我会去平台书 在平台乘的路上 我会很危险 有些人之前的会议会很严重 那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有些人会开始开始把这种态度 我们的心会会加速地跳动 我们的心会开始开始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很困难 有些人会感受到好感觉 我们会感觉会感觉 有些人会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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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一个板子 底下有一个柱子 所以他所调的照片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这种情况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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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种情况比较好 所以不安的时候 所有的照片都会证明 因此,当一个人的照片都会冒汗 有些人的照片都会冒汗 有些人的照片都会冒汗 谁是谁 人的照片都会冒汗 这些人的照片都会冒汗 是希特 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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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讲的时候 他那个手都冒汗 冒汗 你知不知道 当一个人的照片 他冒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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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 会很干 然后 他冒汗 准流 输 虚子 毒 痛 激烈 蚓 你吃不下人间的食物 你吃不下 你也没有 不觉得有胃口 你不觉得有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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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晚上 你不睡不好 因此,当我们是有胃口 可能我们会睡觉 你会睡觉 你会会痛 当我们是有胃口 我们会很疯 所以我们会有胃口 这个英文叫做 有很多福德在你的肚子里 所以你不安 你的肚子 你的胃口也是很不安 因此,当我们是有胃口 你的胃口也很不安 因此,当我们是有胃口 我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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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想象 你觉得很无助 因为你很疯 因为你很疯 这个意识是不集中 因为你不能集中 你会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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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回来 你会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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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因此,因此,我们关系乏信心 因为我们根本乏信心 他会缺乏信心 是我关系乏信心 那边有因此,在乎 sleut extended 只是我们在乎那里 是朋友的 为了因此,因此乃的 我们怎样要乏信心 你是否恩人 是乎尔寇 这最小的事你们上前不能做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这个失利是说数多加一克 也可以说是升量多加一轴 是升率更长高了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本来多高就是多高 是这里是这样的限高 我们都有了 我们也在讨厌的情况下 有什么科学的问题 没有 因为我们是需要理念及时尊厌的地方 因为我们有需要理念 因为我们可能有所要的行为 这个事件的事情 不可能发生了 这些时候我们有需要的行为 又是需要理念 所以我们相当的人 我们有 beads她的地方 我们有同样的情形 那么我们需要的 在那有疑量是这样的 有什么需要的 有一次我的女兒她去學校 一般她會回家 當時她會去醫院去醫院 一般她會說她晚上晚點回家 她會去醫院去醫院去醫院 有一次她沒有說要去醫院去醫院 只是上課而已 她會坐車一般她會坐公車回家 公車最後一般的時間是六點半 如果六點半她只坐不上的話 她必須要打電話告訴我們去接她 甚至她要上公車以前她會打電話說 我現在上車了一會就到家 因為從學校坐車到家大概十分鐘就到了 所以我太太那時候就會趕快來煮菜 煮最熱的菜給她吃 可是那一天呢 她都沒有打電話回家 她沒有打電話回家 到六點半她沒有打電話回家 到七點她沒有打電話回家 到七點她沒有打電話回家 這個就有點不對 她就很疑 她就很疑 我對她說我們要打電話回家 我們打電話回家 我們打電話回家 她打電話回家 她還是很疑 她還是很疑 她在七點半 她說不了了 她說我們去學校找她 她說我們去學校找她 她在學校看到一個學校的警察 她本來來一下她問她說 怎麼一回事 y quería preguntarle si había pasado algo 那個學校校警 她就開著走了 就追不上她 pero no pudimos alcanzarla 後來她想進到學校的門 進去裡面看看 可是學校的門 那個教室的門都是鎖子 但她都寫了 那個建築物的大門 不能隨便進去 也是鎖子 然後她就打電話回家 她就打電話回家 然後她就打電話回家 然後人口失蹤 她就職場了 那個警察接電話 她說 一般要失蹤 24小時 我們才會採取行動 所以警察只是说 你女儿像什么样子啊 穿什么衣服啊 所以他只是想说 你女儿像什么样子啊 穿什么衣服啊 所以他只是想说 他没有电话 那也找不到人 也是很失望 所以回家了 所以回家了 到了大概九点半 他才打电话回家 然后我找她来说 你为什么那么晚 你多没有告诉我 你去哪里啊 她说有啊 前几天我就告诉你啊 她忘记了 然后一般来讲 我在家里呢 比较少管这些事情 所以我的女儿也没有告诉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 她要去医院 我只想想看 有些人要死了 你不想要死了 你不想要死了 等一等他再回来 所以我们都想要死了 因此耶稣告诉我们 因此耶稣说我们 不可以改变情况 我们不可以改变 我们不能改变 他除了说成这样的忧虑的人 会小心的人 我们先看28节 28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也弟弟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被丢在乳里 神来给他这样的装饰呢 何况你们呢 所以称 有利的人 会小心 那事实上 神会为我们预备 我们还记得 主要是怎么叫我们祷告 其中有一句话 我们利用饮食 给我们 我们都背得很熟 那这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明天的饮食 我们未来的饮食 我们未来的饮食 主要是今天就算是给我们的 我们今天的饮食 主要是今天就算是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今天所吃的 主要是老早就算是 昨天就算是给我们的的 所以我们要吃饮食 我们的饮食 我们真相爱 我们明天的饮食 饮食 我们明天的饮食 我们明天的饮食 有很多人在工作 我们 divine工作 每一个人之间和你 没有 有很多人在工作 有很多人在工作 有 Brittan 我说是你做了半時間 老板不给你 有很多人在工作 也不知道我们俩俩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俩俩是不一样 我们俩俩俩是不一样 我们俩俩是你还没有统工 所以我们俩俩是你还没有工作 早就一直工作 你还要睡觉 你还要睡觉的时候 你还要睡觉的时候 主要是给你 主要是给我们未来的饮食 所以我们还要认识吗 神都会为我们预备 我们想想 许章的二十四节 所以你想啊 我们要想一想 想什么 想乌鸦 也不重 也不重 又没有汤 也没有哭 神尚且养活他 你们比非常何等的贵重呢 所以做事的人这样 再这样说 你想 我想一想啊 百鹅花 怎样长起来 他也不劳苦 也不仿仙 然而 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 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窄的 还不如这朵花呢 主要是要我们想两个事情 他想要看看 我们看一看 乎小鸟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 乎小鸟 那些人 你养它 它都会很快的 我来自我去美国的 南加州的二班教会 帮忙听不道会 一遍我去到California 去访问 从前到去访问 然后回家 回家的路上 很多小孩 很多小孩 非常多 这个疫情 这个疾病 一会回到这个树 一会回到那个树 一会回到电线杆上 非常快乐 每一个都在唱歌 非常快乐 非常快乐 谁养过他 没有你养他 但他们可以继续生活 我们下雨 还可以赶快回家 多雨 当雨 我们下雨 我们不回家 一会儿 一会儿 是一会儿 暂时 是一位 是一会儿 不是一会儿 但是他们 在雨时 哪里躲呢 没地方躲 但当雨 不够人 没地方躲 天气很冷 的时候 哪里躲 没地方躲 她们还是保持一样的 但我们要唱歌 非常快的 我说我说我们不如他们 我说我们不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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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晚上讲什么道理 我说他们不如他们 他们不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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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如他们不如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想一想 那天上无irler 那我们说我们不如他们 只能打过他们 何况是我们 再看百合花 这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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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希望有一天是真的 可能是很貴啦 不過沒關係 這個假的也是很漂亮 不說的話也是不知道 那這些花你看 如果真的的話 這是真的模型去做的 那這個白色很漂亮 白色的 這個花是很漂亮 那有的花 那個人是讓人 沒不幸說啦 前幾天大概 上個月啦 因為我們全叫到 天爬教會 那因為我們 我被安排在天爬教會 注目 一個月啦 我們就想說 因為我的女兒也放假 我太太也放假 所以我們就決定 大家到 福利大 那個天爬教會 度假 他們度假 我還是要 要說到底 講到底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 要說到底 我的家庭 要說到底 我的家庭 要說到底 那個 那個 國的旅館中心呢 他也是在賣 國的食物啊 他也是賣 一些小鳥 很漂亮的小鳥 就是要永遠 這個 酒店 唐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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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要幫他彩色的話 也沒有彩色的那麼漂亮 不可能像那麼漂亮 我看了一看,我看了一看,这个颜色是很漂亮 我看了一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你看我们穿衣服 这个是蓝色的,全部蓝色的 你看,你们有什么好看的 我看大家穿的颜色,都比不像那个小女的颜色 那是太棒了 我看今天我们这些颜色的有色 我看都没有那种色、这些颜色 太棒了 最 Kalp 眼白春天的颜色 mac处不是那些颜色的 所以,他们没见到我们就很像是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呢? 我们就能有来给我们的所有人的问题 Wherever我们是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呢? ية熱戒 如果我们让我们看到一 commence 译王 我们觉見 说是 但是 legacy 但神归 autumn уть 所以 我告訴你,不要為人家裏身體穿什麼 因為他們身體穿什麼,因為身體穿什麼 因為身體穿什麼衣服,身體穿什麼衣服 人家的身體並不是說沒有吃,沒有喝 所以,阿摩說,你不要吃,沒有喝 所以,阿摩說,你不要吃,沒有喝 所以,你不要吃,沒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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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大家都,有的吃,有的穿 不但是,有的吃,有的穿,還太多了 我們家,有那個,我們房間有一個廚櫃 廚子,就是人可以走進去的 在我家,我們家,有一個廚櫃 他可以掉衣服 剛搬進去的時候,我們就跟他家說 好,這邊是你的,這邊是我的,你一國,我一國 我現在,我現在,她的親愛到我這邊來 我現在,她的親愛到我這邊來 可是,我現在,她的親愛到這邊來 她的衣服,越來越多 所以我们的衣服太多了 我们的女儿就想出一个办法 我们可能把那些族的衣服 把它集中起来 所以我们的衣服可以穿到小孩子 还是那些人 我们的衣服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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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东西也成为很多 我看到前面有很多的 我们的衣服太多了 我们各种东西都放的过去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的衣服太多了 很可惜 所以我们有东西的衣服ры 肯定是用的 所以我们的衣服太多了 有些空脏的 所以今天的人是最好 什么 ¿Qué piden las personas hoy en día? ¿Piden gozar más? ¿Piden gozar con más calidad? ¿Todas las personas quieren tener casas hermosas? ¿Muchas personas quieren tener un avión privado? ¿Y no tengo que ver si hay un paro? ¿Yo puedo irme de acá tomando un avión directamente a mi casa? ¿Cuándo voy a una reunión con unos hermanos puedo ir directamente sin tener que pasar por el tránsito? ¿Cuándo voy a una reunión con unos hermanos puedo ir directamente sin tener que pasar por el tránsito? ¿Por qué no siempre es posible? ¿Por qué nos preocupamos? Nos preocupamos porque no podemos alcanzarlo. Nos esforzamos durante toda la vida. Tengo 50 años. Y todos tienen casas hermosas. Yo sigo alquilando mi departamento. Me esfuerzo mucho. Muchas veces así nos desilusionamos. Porque queremos tener una mejor calidad de vida. Todos tienen un ideal. Pero este ideal no siempre se realiza. porque los recursos materiales que puede tener uno son muy limitados. Todos quieren ser gerentes. Pero en una empresa solo necesitan dos o tres. Todos quieren ser el presidente de una compañía. Pero en toda la empresa hay un solo presidente. por eso cuando nosotros no logramos esto, vamos a desilusionarnos. Vamos a estar afligidos. Hoy en día no tenemos que preocuparnos por la comida. Nosotros nos preocupamos por cosas más allá de esto. Si nosotros tenemos que lidiar con la comida o la ropa, ya tenemos mucho Salomón de su vida. ¿Qué nos dice Jesús que tenemos que pedir? Veamos Lucas capítulo 12 capítulo 29 capítulo 12 versículo 29 Todos queremos procurar nuestro ideal, pero no siempre podemos lograrlo. Estas son las cosas que piden las personas en el mundo. Pero Jesús quiere que nosotros pidamos algo más allá. Esto que es más elevado, Dios seguro nos dará. Porque Dios quiere darnos su reino. Cuando tengamos el reino de los cielos. Este reino de los cielos es como una fuente de agua viva. No sé cuántos de ustedes conocen el campo. La guan gai es el河流. En el campo se necesita el agua para irrigar. Si nos dan un arroyo para elegir. ¿Qué vas a elegir? La parte más alta o la parte más baja. Lo mejor es tener la parte de arriba, porque podemos manejar el agua. Dios nos quiere dar todo el arroyo. Si nosotros tenemos el origen de esta fuente, entonces vamos a tener todo el arroyo. Por eso no tenemos que dar vuelta a las cosas. Lo que tenemos que pedir es la fuente celestial. Si nosotros tenemos agua de esta fuente, entonces podremos tener agua en la parte de más abajo. Es decir, Dios nos dará todo lo que necesitamos. Y naturalmente podremos disfrutar de esto. Nosotros estaremos felices de recibir las bendiciones de Dios. No tenemos que preocuparnos. Porque Dios tiene todo planeado. Porque Dios es nuestro Señor. Y nosotros somos su pueblo. Dios es nuestro Padre. Y nosotros somos sus hijos. El Padre celestial da todo a sus hijos. Y esto es algo innegable. Todos los padres del mundo son así. Por eso debemos creer en nuestro Padre. Tenemos que procurar el reino de los cielos. Porque esto es algo que vamos a obtener. Si somos inteligentes. No tenemos que ir en busca de aquello que no vamos a alcanzar. Algunas personas sí lo logran. Pero son pocas. Tenemos que buscar las cosas que vamos a obtener seguramente. Y esto es el reino de los cielos. La semana que viene vamos a hablar de qué es lo que tenemos que buscar para obtener el reino de los cielos. Durante estas semanas estuvimos haciendo el seminario teológico. Y gracias a las madres que cocinaron durante todas estas semanas. Y gracias a todos. Y gracias a todos. Y gracias a todos. Quieren cantar un himno para ustedes. Ahora le damos la bienvenida. Porque Él quiere hacer que Jesús sea su tesoro. Él quiere hacer que Jesús sea su tesoro. Por eso Él aprende las maneras de actuar que tiene Cristo. Y esta es la forma de vida para nosotros. También es el objetivo que debemos alcanzar nuestra espiritualidad. Si queremos llegar a lo del Padre. Deberíamos hacerlo de la manera que nos indica Dios. Deberíamos aceptarlo con coraje. Tenemos que aceptar las palabras del anuncio que hace Jesús en Juan capítulo 14. Vamos a leer este versículo. 耶穌 14.6 耶穌 14.6 耶穌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遵循的事. 如果不借准我,沒有人道路哪有趣. 所以做事的人也這樣說 神啊求你將你的道路主事 將你的教訓 教訓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導我 來教訓 因為你是救我的神 我祝你 所以叫你的神 我祈求你 每個父親 是一個人 是我 isti 我る事 我祈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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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訓的道路 教訓的在你面前 把你的信心 在你流出狀況 我們在看 十分二十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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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求你將你的道路 將你的路教訓 求你 以你的證據 好你的教信 因為你是救我們 變成祝福 讓我們的日常生活 真的是有神的生命在裡面 將來能夠順利的到達父阿裏去 所以在未來我們能夠達到達父阿裏去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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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